精品不代表奢华 贵妇的定义不该是华丽 大家好,我是Melody 我对精品有态度 我觉得精品不等于奢华 我是昂贵 我觉得精品它是一个精神 我是它的一个目的 它的一个目标 它想要达成什么level的一个要求 一个标准 我觉得这个才是精品的定义 我一直把贵妇这个代号 化为成一个生活的态度 对你的生活的品质 你要有要求 我常常在跟很多喜欢我的朋友 在分享 我自己一直在追求 我是一直在努力而成的一个目标 就是一个生活的平衡点 work life balance 那对我而言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时尚的生活态度 也可以把它带到家庭当中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面 不管是我们居住的空间 或是我们运用的一些家庭用品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的一个品质 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 expectation一个水准 这台3M FAS500 全效型空气清净机 不管是外观还是功能 都是非常符合我的一个生活哲学 还有要求的一台空气清净机 它可以吸34瓶的空间 完全可以吸PM2.5甲醛化学气体 让这个34瓶空间的空气完全变干净 两边都有滤网 两边都有滤网 你想它的吸力有多强 这是我们现在的人真的很需要 尤其现在的空气品质 大多的时间都是不好的 3M优质生活APP 你可以下载 然后你就可以算是远端去操控你的机器 所以你今天如果有这个APP 告诉你说 今天的空气的PM值非常的不好 你可能在回家的路上 你就可以用你的APP操作 然后把这个机器打开 那再来我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花钱买到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空气清净机就好了 我们要定期的做保养 定期的去查看它的滤网 是不是该换 是不是该清洁 它的APP上面也可以提醒你说 我们现在这个滤网用到了百分之几 那可能还剩30% 可能剩10%剩7% 滴滴滴提醒你要去买了 所以我们除了有吸尘器 我们除了有干净的清洁习惯 其实空气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要忽略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所以这个3M的这个机器的这个选择 加上它的APP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这个时尚生活的态度 我这里的观察 我知道是因为你觉得是一个中国提供的 这是一个公文的 你的品质 我今天的吃过我 今天大家有点赞 就是来了